inesens 謝謝大家 就是在七 gang的這個夜晚 然後也是中國傳統節日的燃燒節 就是應該要 這個時間呢 抱著氣風苦雲 最近有點緊張 抱著氣風苦雲 來到熱鬥挖館場 來聽聽看我們怎麼樣跟台灣 跟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上的大家一起共生 題目舉的比較有趣一點叫做《奇人節以愛共生》 但是其實也是呼應了這兩年二二八的紀念晚會 我們是用共生一二一旗的這個名字 希望可以一方面是共他本身是二二八的字型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在這塊土地上面 面對過去歷史的傷痕取得一個和解 取得一個共生然後往前引起進步一進走 但是在取得和解在共生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去面對就是歷史上發生的各種傷痕 各種傷口 在我們真正的面對甚至真正的把它寄進心裡面之前 其實我們要談和解要談共生可能都還太早一點 那種的況就是大家最近如果有在看新聞的話 都知道就是中學的課綱正在微調 這個微調也高得轟轟鈺鈺鈺 那很多應該要被記住的事情沒有被放在課綱裡面 甚至呢拐著彎子希望我們要忘記 那我一直很喜歡周安堯老師說過一句話 就是我們還沒有記住怎麼就要忘記呢 那所以今天很榮幸可以請到就是 陳柯妍老師 然後她的事情就在同時 對 然後還有陳醫生老師 但是陳醫生老師他現在就是 被情人節的車床堵在那個 堵在路上 他再十分鐘就會倒了 對 等一下會再介紹一下 陳醫生老師 那還有就是共生音樂節去年的走遭 那會分別就是就台灣的歷史 尤其是二十八到後期白色恐怖 以及到現在 對於二十八的紀念 還有對於轉型正義 對於歷史的記憶 這些問題跟議題 那我們是怎麼去思考 怎麼去學習 那又要怎麼去面對以及行動 那針對這些面向來跟大家多分享 陳醫生老師看起來還在路上 然後我先還是簡單再開個場好了 就是我自己也是有修課學老師的課 但是一樣在修課的過程當中呢 就是重新比對過往在高中教育 在中學教育期間所受到的歷史 公明 甚至是國文教育 就會發現有非常多的地方是被省略 被忽略掉的 那以前其實都沒有感覺 因為他完全沒有寫出來 沒有寫出來的東西 你不知道你沒有看到 你是不會 就是在心裡面不會有感覺的 那要一直到 很多事情要一直到大學 譬如說像是鄭南榮的事情 像是陳醫生的事情 像是 不管是228三院屠殺 或者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事情 都要一直到大學才陸陸續續 在 也許就在校園空間裡面 也許我們到馬長丁烤肉的時候 那才會就是忽然之間 忽然發現說原來歷史 原來台灣這塊土地 以及他們上面生活的人民 他們跟我以前的想像 跟我以前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有這個落差 所以也引發了很多人 他想要去了解 想要去就是多做一些事情 來讓這些事情被知道 或是就是被套樂 那所以才會有就是 譬如說百年追求的書 或是被套樂台灣這本書 或是共生音樂劍 對 那我們可能請醫生老師 在第二個講次來分享 對 那我們現在可能先請崔蓮老師來分享 謝謝 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剛在那個捷運站 我想說哇 現在怎麼講那麼多 還沒有想到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那個崔蓮老師來講 今天是情人節 我想說哇 台北人捷運站怎麼這樣 不得了 那我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過情人節 那今天要談這個 就是葛超志的被出賣的台灣 那這本書是很多台獨運動者 在美國的時候 然後他們所接觸到的第一本有關台灣史的書 那就像各位剛剛談的一樣 就大概在我們這個世代 大概可能40歲以上 我們唸的教科書裡面是沒有台灣的 那很多人是出國流學才知道說 那個國民黨在島內講的那一套 根本就是天光眼 那很多人是 這個葛超志被出賣的台灣 這個是他的情人說 那剛剛有一位朋友講 14歲才知道台灣有歷史 24 那我們兩個差不多了 然後數字班才開始知道 才開始意識到 那開始要去找資料 那我們那時候 事實上我在大學 然後數字班的時候 已經台灣解研的前行 大概在1984年進了數字班 那那時候到台大研究生竹竹館 要去 我不知道有二二八四間 我還一直想聽 然後我跟媽媽每次都說 別說 你不要跟你們說這麼多 要出去會有 所以那我很超期 我想去研究生竹竹館 我知道發生在什麼時間 戰後去翻 很奇怪就是 到1947年 2月以後的戰後 戰後就不見了 到了5月以後又出來 特別是 我看他彪子的時候 去找二八四間 相關資料的時候 很大的通勤 那他一直是構成 一個很大的言論 所以後來 到博士班的時候 所以他寫完 博士班的時候 博士論文 也寫二八四間 那後來他 後來這本書 就是變成人 後來有出專書 那我在這個書的 有一個章節就是在寫 這場是 那時候叫他 柯曉子 後來還知道 因為他有中文名字 他叫做曹智 那我剛剛講說 很多台灣人 是因為看到他的書 所以他的書 是要被認為 就是彈魯的聖君 那我今天要跟爸 談一談 我跟財政老師 談可能就是這樣 稍微有一點 他大概可以去談二八 那我想要跟大家來談一談說 這本書 這個人 這本書 從這本書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所以我把定作是從 葛曹智 有人翻譯喬治 柯爾 有人翻柯喬治 那但是他戰後其實有個名片 那他就叫做他自己的名字叫做葛曹智 從他這本書來看戰後的台灣提法 我們可以下一頁嗎 可以來下一頁嗎 好 那我先想跟大家談一談 剛剛講說 因為很多人 這本書是挺能說的 所以他們對葛曹智有非常大的 很多人認為葛曹智愛台灣人 然後他們對葛曹智也很愛 為什麼 因為願意為台灣的問題發言 你們的外國人其實很少 而且他竟然還替台灣出了一本書 想到尤其是以284天為核心 來講說台灣人在284天裡面被美國出賣 所以很多人就很熱烈的要擁抱他 但是我會認為說 也許我們應該看看 我們應該知道 他是一個怎樣背景的人 他為什麼寫這個書 那他是 事實上我們到現在 我也對葛曹智 第二是他的身體 設計的理解 事實上都還沒現 尤其是他的早期 那他是1991年生 是美國賓州人 他曾經到大學畢業之後 到日本去兩年的研究 那他為什麼有機會到日本去研究 然後呢 比較更有意思的是他在1937年到1941年到台灣來 教書 在台北一中 台北高等學校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那都是中央的學校 他來教英文 然後所以他有很多台灣學生 那之後呢 到1942年 他回到美國去 然後進入美國國防部的軍事情報部門工作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他的這個過程 就是有非常多的 到現在為止 我們並不清楚的地方 他的學生 或是他的朋友 甚至他自己也曾經講過 說他到台灣來 是情報部門派來的 但是有人替他 有人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他到底是怎樣的人 第一個 他到日本或是到台灣 就是在戰爭時期到台灣來 他是不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男人 這是一個問題 而且尤其在戰爭到1942年 他就回到美國去 而且進入海軍的情報部門工作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確認 那也有人講說不是 是因為他要 他自己想要回到美國去工作 所以他回到美國去工作 但是加入情報部門 這也是 一般我們不會去找這樣的工作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至少是 因為那時候已經在戰爭前面 那他恐怕是一個 艾羅族裔者 那我認為 我們對他的背景要有 有這樣子的掌握 就是他有一些 你可能要比較保的部分 下一頁 下一頁 那他到1943年 他最整個人生的最高峰 最高潮大概就在這時候 1943年他加入了美國海軍 在哥倫比亞大學設了一個海軍的 海軍政治學校 軍政學校 海軍軍政學校 我自打錯了 這個一個台灣研究小 事實上就是海軍下面的一個研究單位 那這個研究單位就是在準備 就是戰爭末期 究竟美國 美軍要怎麼反攻的問題 那海軍的設想 他們想要就是台灣作為一個基地 把台灣拿下來 然後前進到那個日本本土去 所以他參加了這樣子的研究工作 那這個時候 他應該是 也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國次反 應該是這樣子 那1945年戰爭結束的時候 他是隨著美軍代表長 到台灣來進行接收 那因為他被台灣失誤 對日本失誤的了解 所以大概1946年1月 美國在台北設領事館的時候 他出任副領事 那他這個副領事 事實上 因為他是台灣專家 所以他們定期向國務院寫的 台灣整形報告 基本上都是基本上寫的 那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都可以在國務院看到 那國務院那個叫什麼 那個NARO 美國國家檔案局 留下來的資料 那你們看到 他的報告 其實都有這麼多 所以他其實是佔後 美國在台灣最重要的 的一個分析的人員 或是政治觀察家 同時也有可能是潛到二人員 那二八事件的時候 他非常活躍 我們剛剛講說 他有很多台灣學生還有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在《Promotivitray》這個書裡面 他的朋友 就是這些人 就是去把消息然後來開始爬 所以事實上 他掌握了很多的資訊 然後這些資訊 他寫就是說 馬上立即反應給國務院做要求 那他也指控 蔣介石成一政府 在台灣的屠殺 或是恐童是失敗 所以他的反應其實蠻激烈的 那他的激烈反應 跟他的總領事發生衝突 總領事認為他贏爆太多了 感情太豐富了 失去理性 所以對他的報告 這個總領事要放出去之前 他是罷很多折扣 他會寫很多條紙貼在上面 說這個可信不可信之類的 事實上就是說 美國在台領事館內部 其實就有意見的衝突 那他是聰明的編員 那因為他這樣的態度 陳一正主對他其實是很疑似的 所以二郎事件發生之後 大概在三月底 他就被迫 他變成出反應 然後被迫離開台灣 他離開台灣時也先到南京大使館 然後之後才回到美國 那他南京大使館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當時呢 美國呢 事實上當時國民黨政府來接收台灣 他對台灣並沒有主權 就是台灣還不是美國的 所以當時國民政府事實上非常擔心 因為台灣接收引起全島性的暴動 會引起國際干涉 美國也表示了就是關切 他跟蔣介石表示關切 那蔣介石他的應付很有一套 他就有講說他也很重視這個事情 但是他呢 他只能聽到陳怡給他的報告 所以希望美國也可以給他一個客觀的報告 所以Joseph爾回於在南京這段時間 他就是負責撰寫 給蔣介石參考的台灣情勢備忘 將他要求 就是美國的派演奪法 要求怎麼樣處理二郎事件 要派文職的人員過來等等等等 這些基本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事件期間其實Joseph爾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等於是美國在台灣的最專業的人 就是他 但是事實上他跟他的長官是一個嚴重的衝突 那他在撰寫完這個報告之後 蔣介石拿到這個報告之後 其實我們等一下就會想 美國的態度其實非常有趣 等一下我們再說 1947年這報告提出來就回了華府 他後來往學校教書 但是再好過學校教書 也等於說他離開了海軍或是擊掌系統 大概有好多年的時間 一直到1949年 美國運動策略到台灣來 他都非常積極的給國務院 還有海軍情報部門 給他們寫那個發電文寫報告 積極主張 他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同行台灣 那他支持由聯合國 台灣交給聯合國脫穩 然後甚至他支持台灣獨立 那很重要的是說 這樣子的方式 可以排除中國的勢力的揭密 而可以讓台灣是在美國的陣營 所以就是說 他提出很多具體的方案 怎麼樣讓台灣是在美國控制之下 排除他所應付的中國政府的控制 所以成為美軍的基地 那他很多提出這個時候 這些方案的時候 他會講 他新竹的環島是基於美國的戰略力 所以他就有那種態度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想說 我們在看旧課的時候 可能不要 就是他是一個美國人 我們不要很一廂情願認為說 他是愛台灣的美國人 那有人就會想說 那你很奇怪 人家替你講話 那你就 那有什麼關係 就擁抱他有什麼關係 那我就說 替台灣講話的人已經很少 你還挑三檢四 那我意思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很感謝他願意為台灣問題發言 但是 那是一個就是主體跟課題的關係 就是 就是畢竟我們台灣問題 我們要有自己的主張 那他作為美國人 他願意這樣發言 可是他有他的觸發點 我們不能因為他為我們講話 所以我們完全就可以完全跟他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差異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需要知道說 他是一個什麼樣背景對不對 他為什麼發言 那我大概整理一下他整個 尤其是1947年到1949年 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來的時候 那他基本上主張是這樣 第一個 他很討厭中國人 他覺得他們落後 貪污 因為他在台灣看到的就是這樣 那反對國民黨中國 也反對共產黨中國 共治台灣 他是強烈反攻的人 那第二個 他主張 應該台灣在美國控制之下 但是用什麼方式控制呢 不要引起外界 對美國有帝國主義的批評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很有意思 他希望台灣作為美國的推移 也就是他的盟友 但是在對國際 面對國際社會的時候 要讓美國有抵震到美國 所以他這個時候 他在他的建議書裡面都寫得很精準 那第三 台灣 為什麼寫 他也舉例 台灣可以像菲律賓一樣 讓他自覺獨立 就是最後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扶植 他甚至主張可以在台灣扶植 傀儡政權 輕美的傀儡政權 而讓 就是如果我們去看他的 我們看Homo sapi trade 你們覺得他很同情台灣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電文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樣想 因為你覺得事實上他是非常 站在美國的位置上發言的人 下一頁 那他大概大概1970年代 就在美國夏威大學任教 事實上他的碩士是在夏威大學拿到的 他應該是好像是一個文學碩士 在夏威大學拿到的 他有在哥倫比亞大學念博士 但是沒有拿到學位 那一直 所以他後來等於是都在這裡 到1992年 他在夏威大學拿到的 那我們來看他的主要這個著作 其實有很多本 但是主題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是沖繩 一個是台灣 那他為什麼對沖繩的台灣特別有興趣 我就覺得這是有意思的是否 也就是說他在1943 一直到1947的工作經驗 他在海軍 特為海軍設計 怎樣攪取台灣這樣子的 他這個工作 但是後來這個計劃沒有被執行 是麥克阿瑟的跳島 就是去進攻沖繩 那所以你看到他一生關鍵的重點 沖繩在台灣 那台灣尤其本來也約一約 他有很多朋友和學生在這裡 所以你看他1946年 1974、1986 那86那一本書 就是他最後 其實這個時候他年紀已經大了 那這個書台灣有翻譯 前衛著版社有翻譯 其實是有一位 那橫翠玉 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因為海外台族人士 在晚年的時候 那去跟他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成為沖繩做的紙筆 那是跟Jotter之間的一些討論事後 把他寫下來的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的研究的重點是沖繩的歷史 跟台灣的歷史 那1958這個沖繩史跟1974 這兩個事實上 一個是沖繩史 又是台灣的歷史 那1964年初的這個被出賣的台灣 事實上就是他作為這個副領事 來到台灣 他看到的二大世界的過程 那等於說 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 國民黨跟台灣人之外 第三者的角度 非常完整的描述 而且具體的描述了他的第一首完場 下一頁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把它做這樣的整理 從他的這個經歷跟他的這個出版 他的著作裡面 你可以看到大概1942到1947 這幾年間是在他生涯裡面非常重要的幾年 那這影響到他整個人身關心的重點 那這個這個時期事實上是他的情報跟外交工作 這一個高工 那所以他這一身關心的兩個特定 一個是台灣一個是沖繩 我覺得跟他的工作經驗是相關的 那第二個我們可以去注意到 比如說他在這個著作裡面有強烈的意見 那這個強烈的意見 事實上可能我們可以這樣看 美國社會對於台灣有各種不同的主張 輕重不同的主張 多數不認為台灣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那他可能可以代表美國的軍方 軍方裡面的海軍的系統 某一些海軍系統的人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而不是美國主流的看法 或是文化也沒有成體的看法 因為他們對有各種意見 但是他主代表其實是一個非主流的看法 他的看法甚至沒有得到他的上次支持 那再來他很清楚的你會看到說 他對中國政治、中國文化的念念 讓他尊敬台灣的人 原來尊敬台灣人 我們相當可以理解 因為他有很多學生 他很多朋友都是台灣人 下一頁 從這個書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書事實上前衛出版社 在多年前已經有出版過 在美國的台獨人士陳隆成先生翻譯的 那二十月 二十月二十八日 台教會 二十七號的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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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重新翻譯之後找了幾個老師 等一下詹老師會講 所以各位如果您 第一 前面的那個翻譯有蠻多錯誤 甚至人力有蠻多錯誤 那也許如果各位有興趣 您拿來看 非常有意思的書 我覺得從這個 背出版台灣裡面 我們大概有 至少有四個部分 各位可以特別去觀察的 第一個就是 二次大戰的過程裡面 台灣 美國是整個看台灣的位置 那他曾經一度想要拿下台灣 美國還已經當我們看到的 各都別樣大學的那個小組裡面 他們已經做了具體的計劃 X島計劃 就是佔領台灣人 那但是後來沒有落實 Josefer負責做資料的編輯 相關的資訊的整理 訓練這個軍政人員 所以他參與事實上很深 但是最後落空 那但是這個 由美國來看 還是有完這個月 這個信念 就變成 有點 就變成他的忠贈的信念 就變成是這樣 那為什麼 從美國奪取台灣 為什麼最後放棄 那這就牽涉到他們那個 海軍跟陸軍的戰略的問題 那當時海軍 那個第一支 他的 他是那個 太平洋艦隊主司令 他的主張是拿下台灣的 但是麥克阿瑟 他呢 他呢 他不是被從飛兵攻陷 他說 I should return 所以 後來 事實上他獲得那個 羅斯總統的信任 那他被 打走 圍縫軍遠東軍軍的總實力 所以最後的那個 挑定策略 是在麥克阿瑟手上的 那你也可以看到 麥克阿瑟不只決定 在二戰的末期進攻沖繩 甚至在就是說 戰爭結束之後的 軍事基地的設置 那沖繩變成是非常重要的 美軍的軍事基地 那這個都會跟麥克阿瑟有關 所以從這邊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說 二戰的過程中美國 怎麼樣看台灣 那台灣是不是真的有所謂 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這個問題 看起來好像不見得是這樣 那這個 我們大概從他的書裡面可以看到 那真正的這個 美軍美國博物院的 所有的這種二戰的資料 那除了在美國的 國家檔案館裡面有之外 相關的資料 在日本國會圖書館 也非常豐富的 這些戰略的計畫 還有怎麼接收 甚至戰爭結束之後 他們怎麼來接收 怎麼派誰來接收台灣 相關的資料 大概在日本其實變得完整 下一頁 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搭配著看 那第二個呢 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接收台灣的過程 那當時官方政筆 他們非常清楚 他是接收盟軍總部的 第一號命令 來接收台灣 來接收台灣的過程 事實上 因為在台灣還有二十萬的日軍 那當時中國政府 對日軍會不會真正順從 他們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整個過程 其實美國介入非常多 那美國呢 要他的軍卷 甚至他已經確保 日子在台灣不會擺盪 日軍不會擺盪 然後呢 他們會不會用軍卷 附送中國的軍隊上岸 還有官員上岸 然後同時來的過程 不是只有眾多軍政人員 還有包括了一些 美國情報部門的人員 跟他們軍事的人員 那事實上在1945年10月 美軍附送中國軍隊 和政府官員是在10月 可是戰爭結束之後 9月初美國人先來 那他們先來台灣進行 情報調查 所以最先插上台灣的是 OSS的台灣小組 就是那個美國戰略 就是叫什麼 戰略級到處 OSS Office Office 那這OSS 那這OSS是在1947年的9月 就變成現在美國的CIA 所以最常來台灣的其實是 是美國的情報部 那這個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就會很清楚 你看那個就是各的書裡面 大家就會很清楚 中華民國政府宣稱 中國軍戰後 台灣 這個 收歸 或者主權轉移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美國人怎麼可以這樣子 干涉內政的進來呢 這些都是大問題 那 但是當時的國軍戰後 就是對外他們清楚 他只是代表來接收 但對內他是宣傳 台灣人他自己宣布 1945年 10月25號以後 台灣人自動恢復為 中華民國國籍 他自己在宣布 可是幾個 我們如果去看文件裡 幾個國家都不接受 他們認為台灣人的身分 要等到俄平條約前提 包括美國、英國、荷蘭 我們在國資管檔案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 他們都不接受這種 在國民黨政府自己的主張 那個主張只不以台灣 會這樣講 國際社會是不接受的 接收過程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是主權並不隨著這樣的接收而轉移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注意到 然後他看到的 就是說這個書裡面我們看到 美軍跟陳醫生的共同是在台灣 他們在台灣都有擦身 一些摩擦跟衝突 就是到底誰啊來攻擊台灣 你可以看到 這書裡面其實兩邊有非常有競爭的關係 那剛剛我們談到說OSS的一個小組 台灣小組最先進來 蔡丁貴教授 他有獲得在美國 有人把NARA 就是把美國檔案局的資料 給蔡丁貴老師 他做了翻譯 那翻譯次翻譯就是 他說228事件前夕 這個字考到書後面 228事件前夕 美國行報檔案 他加了一個 title 叫狗拒出來 我覺得這 title 叫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這本書 可能是在罵人的書 其實它是非常重要的檔案 就是那個台灣小組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搭配這本書來的看 這是有關他們來到台灣那個過程 情報單位來台灣做些什麼事 那個發回去的電文就是這本書 這個美國情報單位的這個電文 下一頁 第三個部分 大致的Jewsica這個書很重要的 二八事件前夕台灣的統治狀況 他有很多具體的描述 他代表美國聯事館 跟他的投資 然後當時在台灣 還有聯合國救濟總署的人員 他們兩邊是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這些人所看到的 中國政府在台灣的統治 為什麼發生 代人發事件 這支書裡面就有很多具體的描述 那事實上這些東西 他在他當副領事的期間 他就不斷給博物園電文 他在1946年中就已經預測 台灣隨時可能發生報告 整個統治失敗到一趟多 所有的面向都出問題 所以他在定期的像博物園寫的報告裡面 其實就已經很清楚 好 好 那 那 Promosal Petri事實上是用他自己 他寫的這些電文這些資料整合起來 晚年才寫的 好 所以兩邊是有那個一字性 所以這個大家各位可以看到 那各位還可以同樣參照另外一本書 來對照我們Dichkern 這個Promosal Petri裡面寫的 這是以前聯合報副委的記者叫王錦彤 那王錦彤他也是翻譯了 二二八事件期間 也就是Dichkern為主的 向國務院首發的電文 他把第三隻眼睛看二八 美國外交檔案揭秘 那這個兩個可以對照著看 他們看到怎樣的台灣 然後二二八事件過程裡面 的處理經過 美國的那個 百貓市管的處理經過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再下一頁 那第四個就是美國 我覺得從他的處理面 我們大家也可以看到美國 有關台灣的政策 美國外交政策裡面的台灣 那整個看下來 事實上我是覺得應該這樣看 也就是說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整個來說 台灣其實是變得很 末節 他是整個亞洲政策裡面的 亞洲裡面的大國 甚至中國 日本 那所以台灣 對台灣的態度其實是在大國的 不跟大國直接衝突的情況之下 去處理跟對台灣 那他們裡面有非常多的衝突 國務院跟國衛的衝突 行政系統跟軍方的衝突 軍方也不一樣的態度 所以他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那國衛方面對台灣比較友善的 就是有人間的意見然後對台灣會比較友善 但是行政部門的考驗就不是這樣 下一頁 所以我認為說可能我們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們在 常常很多人會認為台灣如果發生事情 那對美國有所寄望 可能我們要打不少折扣 就是在美國外交政策裡面 台灣其實是變成末端的順位 他不會輕易介入台灣問題 那為什麼這樣說 二華世界已經是一個例子 就是事實上那時候台灣還沒有在中國的主權控制之下 那台灣人也向領智板求約 領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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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智板為主的這一部分的人 把意見傳為美國國務院 那吉爾浩他的態度是認為說 在不得罪中國的情況下 因為在亞洲他需要中國的工作 當時供應黨戰略來合作 所以他雖然表是關切 可是他其實沒有介入 只是口惠而實不是 其實是這樣的態度 那這是所以第一個我們看到 他是很多很多層次的考慮之後 最後才會忽略到台灣 那再來呢 台灣戰略是不是不可替代這個問題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恐怕不見的是這樣 再來呢 什麼時候美國會介入 除非跟他的利益直接發生出來 那美國一直到1949年 國港策略到台灣來之前 他基本上他準備放棄台灣了 對不對 那是1950年還在發生 他對美國有很多重要的刺激 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 他本來 他本來 他好像要在中國 中國共同台灣合作 而被廢棄了 可能是這樣最大的 還翻臨的態度 所以美國什麼時候可能會 陷入台灣那麼多 如果台灣的問題 你對他立即威脅的時候 可能要掌握一下 那而且必須要在充分的靈力之下 就是要給他一個好的 好的那個 這個叫什麼 好的說法 好的說法 讓大家 剛堂皇寶 出師有名 那二阿事件發生之後 我覺得是第一次台灣被封案 那1949年 國民黨撤退台灣 這一次 那個 事實上他們有很多討論 要不要 不讓國民黨來 要不要扶持什麼 那最後他們有放棄 那我們這個 有關於1949年的時候的 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 跟相關的檔案 台灣有非常多 認真在為國家找出路的人 那那個雲晨 這些好像曾老師有參加 就是他們已經把1949年 這一整年有關台灣的重要檔案 把它翻譯出來 剛剛出了 一月才出的 所以各位可以 如果你要知道1949年的情況 那你也可以參照 我們這樣來看 好 好 還有沒有 好 謝謝各位的臨近 謝謝 謝謝楊仁老師 就是分享 在那個時間 就是被除替台灣 他的這個歷史背景 然後以及美國怎麼樣看待台灣 接下來 就要請陳一辰老師 就是幫我們分享 就是被除替台灣 被除替台灣這本書 就是重新教註的一個意義 還有我為什麼說這個緣起 以及就是 楊仁老師他自己 對於二八研究的一些心得 就是在楊仁老師開始講的這個同時 我會發就是 一個簡單的文章 然後介紹就是 精進教註這件事情 謝謝 謝謝主持人巴六 謝謝主持人巴六 那個文章是前天 自由時報有燈 如果自由的話有閃掉一點頭圍 所以這個稍微完成一點 謝謝主持人巴六 今天因為 我們折五 有這個機會給 說起來也是我們籌備 今年二二八的 經驗活動的團隊 有一個暖身 有一個跟大家報告我們的 關切 所以 首先感謝折五 我們 八六還有藍仕伯 都是 在幾個月來 跟我們二二八共環總會 合作 在準備今年的 二二八的經驗活動 特別是 二十八號晚上的 共生音樂節 等一下仕伯 準備多講一點 那剛才陳翠蓮教授 已經把柯喬治 還有 這本書 還有整個 帳戶台灣的這些大問題 做到相當 宏觀的一個介紹 那 因為陳翠蓮老師 他的 博士論文 就是寫二二八 然後這幾年呢 也都跟著 我們這個 時代社會的開放 檔案的出現 我們在很多場合 都一起發表文章 一起 討論這些 重要的問題 今天 也感謝他 益助 我們 大家都很忙 他願意來講這個經驗 我們 開始 就是說 我可能會比較著重於 書的翻譯過程 像這樣的 那個書 因為 種種原因 所以 播到現在還沒出來 要到二十二三號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到最後都還要斟酌 被出賣的台灣 被出賣的台灣 要不要改成被出賣的福爾摩沙 這樣滾滾滾滾滾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George Kerr 他的福爾摩沙 是有意思的 他並不是 隨便取的 那麼 在 大概五零年代之前的美國檔案 凡是提到台灣都是福爾摩沙 他認為福爾摩沙是比較自主的 台灣這個東西是後來 後來國民黨來了以後才加的 可是 研究台灣史也就是說 台灣哪裡是國民黨加的 台灣 台窩灣那個是原住民的 所以呢 福爾摩沙也是良人稱的 所以 被出賣的台灣已經習慣了 那就不要改好了 等等 對 所以 就拖延了 不過現在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我們 新書裡面會用的幾張圖片 來 先秀一下 謝謝 那個是他的名片 所以我們說用葛超志 我們不用柯喬治 或者喬治科爾 因為他自己的名片就是葛超志 我們就用這個 那這個是 就剛剛在美國出版的那個封面 你看一把劍 插台灣 Romosa Betray 蠻撒狗血的樣子 再來 那66年英國版的封面 再來 那這個是翻成中文 華文版的封面 沒有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美邊設計 可是大家知道當時的 劉美 主要是劉美 也有一部分劉日的 我們前輩參與其事 很不容易的 但是呢 因為是一個 黑鈴丹 是一個可怕的時代 所以就有陳隆成先生 他掛名 事實上是一群人翻譯的 那這個就是解言前 道版的 解說版的 這個是 85年跟86年 86年那個應該是高雄的 吳一輝 再來 再來 那這個就是正式 解言之後 前輩主板社的版本 可能我們目前 大家看得到最多的就是這個 再來 那這個是英文本 當然是再版的英文版 這是我們今天拿來對照的 這個 92年的這個英文版 再來 這個是 06年翻證日文 小崇美翻譯的 OK 這個是我們的新書 2014版本 這個 也有一點波折 就是說 海洋裡面的台灣 本來是有 有一個什麼 哪有 咖哩阿嬤那種 把它 掉了就掉了 後來 覺得說 台灣 不要這麼悲情 海洋就海洋了 為什麼還是到今天 還要被咖哩阿嬤 所以那個咖哩阿嬤那個 線頭那個都拿掉了 就保證這個樣子 好 我 右邊這個就是說 翻譯的 柯翠元 還有那個 詹綠元 然後下面 12345 我們五個人 分別 分工去做 重新的 教註 那 教註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前面那兩位 是主管英文 他對於人民 一些歷史的考察 他不是歷史專業 所以後面我們五位 就比較從那個 正確的 還有那個 不清楚的 去把它重新做了 一些註解 所以那個新書的 角註呢 會有那個 作者註 那就是原來 George Kerr 如果是義教住 那就是我們住的 那 有一些錯誤 比方說我負責的部分 就看到這個 陳怡 在1950年的6月16 被槍劫 那我查檔案不對 因為蔣介石的日記 我們都看到了 是6月18號 然後呢 蔣介石有宣稱 什麼陳怡是要為 17年的事情 要負責 那可能也是 George Kerr的猜測之詞 因為蔣介石 日記裡面 也還不認為說 陳怡要為 228事件負責 就是說陳怡他的死亡 純粹是因為 他想頭痛 然後被逮到 被特務人員 把他抓來台灣 關了一年之後 1950年 才把他槍劫 像這個東西後來有資料 他們當時沒有資料 所以我們今天 重新做著的話 就有這個好處 那這個書的重要性 我想在書的這個 前面的介紹裡面 舊版的就有了 就是Scarabino的這個 征戰 說George Kerr是很有資格 就是美國人很少有資格 向葛超智那樣來發表 對台灣問題 有什麼看法 那麼Scarabino為什麼權威呢 其實1959年 大家知道 有一個康隆協會 康隆報告 那個是美國參議院 外交委員會委託的一個報告 你想想看1959年 就已經提出來 台灣問題的警覺 應該要一中一台 這個是很大膽的 就是說你必得要承認 北京的那個才是中國 台北這個不是中國 這是美國在冷戰之下的這個政策 是不切實際的 那Scarabino他是負責撰寫的 就是東亞的部分 你看59 那麼這是60年代 替葛超智寫的一個序 我們來 我們台灣人的前輩裡面 有羅祖義 這個就是 弘祖義去美國 本來是要讀政治學 後來總要再討論一下 不過他在五六年的 不是五六年了 就是說他在讀大寫的時候 他說去那邊 胃口很大 圖書館所有有關台灣的書都讀了 其中對於他影響很大的 就是George Kerr 這個Far East Survey的這兩篇文章 所以你看看他的 葛超智他並不是在60年代出書 才這樣認為 他在這一個短篇的文章裡面 都已經講MASC 三月屠殺 這樣的一個定調 那麼國民黨的這個檔案裡面 剛好我們中研院禁止所 有這個外交部的檔案 它其中有這個 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聯會 第218次會議 不過我這個可見他們開多少會了 其中這一次就是在針對 George Kerr 的這個書 他發現台灣備注賣了 還有看到應該要予以搏刺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薛光錢 就公開搏刺 所以書剛剛出來 其實就已經有引起注意 那麼我們可以 因為我一方面想要秀說 他書到底是怎麼講被出賣的 你既然書名 講betrayed 講得這麼嚴重 那台灣是怎樣被出賣的 他書是怎麼講 那當然我本來是想要對照一下說 他原來成龍城他們譯的 跟我們今天譯的有什麼不同 不過今天不要讓大家陷入翻譯學的 這個泥鬧裡面 不過大家可以感覺得到 他們舊版的翻譯也有些不錯的 也有蠻惡藥或者說蠻傳神的 並不一見的是我們今天立得才比較好 可能今天要讓大家提醒一下 比方說什麼強烈的意識到位 這個其實是差不多沒關係 我說出賣的第一個真相 就是說國民黨來台灣接管 當然前面有個開羅會議公報 不過國民黨政府沒有什麼海軍 所以還是要靠美國的軍艦 把這個國民黨的軍隊 美國的軍艦運載了國民黨的軍隊 登陸台灣來接管台灣 這是第一個所謂的出賣的真相 當然在那之前所謂的開羅會議公報 其實Joyce Kerr 他在軍方任職的時候 1942年開始寫的報告 就已經基於國際法、基於殖民地 戰後殖民地的處理問題 提出一些應然的建議 所以說他對台灣有感情 除了說他來當過英文老師 有三年的時間 有認識這裡的朋友之外 其實他還是有一個學者的純真 那麼他認為說 戰後領土歸屬 你不可以說給誰就給誰 你還是要經過托管、公民投票 因為戰爭才結束 你要怎麼投票 不宜立刻投票 要先托管 讓他有一個自治、有一個恢復秩序 然後公民投票 來決定歸屬 這才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 可是事實上沒有 1945日本投降之後 美國就已經按照開羅會議公報 或者我們今天叫做開羅宣言的處理 就幫忙接管 幫忙接收 第一個出賣 接下來好了 當然這種措詞 就是說 這個消息傳開了 World soon spread and lost nothing in the tail 那翻譯怎麼翻譯啊 舊版的說 傳聞是不會減少的 新版的說 消息馬上傳開 而且有真無解 好像比較好 再來 第二個出賣 第二個出賣 國民黨來了以後 如果統治得不錯 台灣人也受到尊重 可能問題還小一點 現在不是 現在來了之後 一年多發生了全島性的暴動 反抗的活動 行動 你美國的態度是什麼 美國的態度竟然是保持中立 這個是他認為的一個出賣 其中一個evidence 他講的就是軟鼻蛋 Dumbumbullet 那以前 就是後來 有一些 中國中心主義的學者 在他的書裡面 叫China Forsters 他們會 軟鼻子蛋 那個是虛構的 可是如果照他的節目 我一看 那個是欠竭的 就是柯喬治的親身參與歧視 因為人家來告狀的 是要求要領事館 向聯合國的向美國 來提出這個抗議的 結果他們後來就不了了之了 因為好像沒有這種規定 他們拿這個書 就是說 國民黨軍隊在台北街頭掃射的時候 子彈打穿的窗戶 弄到那個醫院的厚厚的書裡面 卡住了 這個是軟鼻蛋 那個軟鼻蛋 意思就是說 打到人的身體之後 穿過去會爆炸 這個是國際禁止的 不可以使用的 這是不人道的 可是這個事情 不了了之 因為他說 他說的理由就是 台灣現在是中國的 不然 那這就是一共 就是說 此刻的台灣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覺得舊版的這樣說 雖然有多了幾個字 可是還蠻傳神的 蠻清楚的 那麼 新版的就直譯了 This was China now 台灣現在水中國 這是這個理由 就是說 你到底拿這個抗議目的是什麼 已經是中國了 好啦 那 季節受禮 這個軟鼻蛋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把這個不法證據 提到國際上去控訴 再來 另外一個 就是我那個小文章裡面有提的 就是說 終於在這裡出現了這個出賣的敘事 因為我們要看 有一些出賣是我們解釋的 然後 柯曉治在這個地方竟然 直接了當的說 最簡單的說 這就是出賣 台灣人向我們美國球員 結果我們用武裝和金錢來支度國民黨 這樣子 不過這裡面就出現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舊版的這樣講 並且假如國民黨人能夠的話 他們確定 再也沒有任何 對美國和民主政治求援的理由 看我 國民黨 沒有任何 對美國和民主政治求援的理由 這不是在說什麼 來來看 新版的 新版的說 國武軍竭盡所能想方設法 要讓台灣人 無法跟美國求援或輸出民主 這樣比較清楚 就是說 他一方面說這就是出賣 然後接下來說 以後 台灣人要去跟美國說 安裝安裝的都不可能 美國已經選擇了 他就是支持國民黨政府這一邊 所以 英文版就是這樣講 簡單的講就是出賣 你看後面那個 其實我沒必定 這不太好翻譯 所以我想這一個部分 英文本的306頁 大家英文比較好的文件 再幫我們斟酌一下 反正書也可以再修改 美國國務院對台灣的政策就是沒有政策 這個是名言 No policy 出現在捷克的地方 也就是說 他因為228事件在台灣待不下去 辭職了 回到美國之後 還想繼續為台灣問題進行遊說 結果跟國務院的遠東司司長 應該是范宣德 談了之後 得到的結論就是 美國對台政策就是沒有政策了 他是覺得非常無奈的 所以 再接下來 這就是Josie Kerr 他的一個觀察或者是控訴 他的主張還是這樣說 他的認定 就是說 趁著和平條約 我們後來知道的是51年 在究竟三國才簽 我們不要等到合約的簽訂 才把主權助理 到時候來不及了 會陷於無法娘的困境 而且 蔣介石1949要逃到台灣來 從1949那本FRUS的檔案 上次王英成他們在這裡 在這裡介紹那個新書 我覺得 當時因為我也沒有時間 也不宜插座 就是說 大家 反正不太看重他的檔案的價值 公益保育體 公益戰獲賠償 公益地位 那些台獨 事實上 1949美國非常清楚 蔣介石已經在部署 撤退到台灣 所以他從1949的年初 黃金運過來 派陳誠來當省主席 然後檔案過來 這種部署 甚至有重要的幹部 家屬都過來 在1949的那個 美國檔案裡面都 美國都知道 都注意到了 所以並不是說 等到1949年的12月10號 宣稱中央簽台了 然後美國才不是的 甚至呢 在白皮書 在那個秋天發表 那種中國政策白皮書 以為說他已經放棄了 事實上那是一個公開的表述 事實上他內部還是繼續在評估 要不要把台灣拿下來 要支持蔣介石的稱呼嗎 那能不能換孫利人 或者是換吳伯真 就在想這些事情嘛 所以說美國在對台政策的部分 等於是對台海政策 或者對中政策 其實是一個很多重的 甚至矛盾的 那這個我們也許等一下再看完就不清楚 這裡沒有關係 他就是說要把蔣介石留在中國 keep China and the nationalists on the mainland 或者至少out of Pomosa 給台灣人怎麼樣 temporary trustees 所以他還是講這個 至少要暫時的脫管 是剛才講的無政策 no policy for the island 所謂的最後一次於準官方 這應該是在1948、1949 因為我剛才講1949 非常關鍵的一年 我們不能夠只有看什麼榮應台的大江大 這樣沒搞了 看檔案 1949的時候 國務院的立場是什麼 他在爭奪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來問柯曉智 因為他算是台灣通 問他說 我們現在如果要扶植一些 有領導力的 有影響力的台灣人 你能不能給我一個名單 這些事情 下一個好了 這個人還是在講那個沒有政策 所以呢 十二月初 這個可能是1949 我會不會寫錯了 有人找我諮商 那個是quiet 巧巧的找我諮商 要我列出可能可以配合美國利益的地方領袖 這個是剛剛陳翠蕊老師講的 就是說 他們在考慮的時候是有美國政府的利益 不過這個是 來要他提供的那個人 那當然是代表美國政府 當然是美國利益 結果這一段也出現了意義的困難 他的回答是說 唯一能提出的是一些保守的台灣人領袖 舊的版本看起來好像是說 你給我問名單 我拿出來的 可以拿出一些保守的台灣人領袖 其他的 差不多1947 四十四十十十十十 沒有在那裡 可是 我們看那個 英文的不太像是這樣 There was only one possible response 你給我問名單 那個保守的火魔山leaders 有一個dash 就是這些人 怎樣 已經在1947年尋求援助 他把死也倒了 所以說 這個到底 保守的 這是已經死了還是倒了 還是說 我現在可以拿去 這個錢洛偉看起來有點困難 這個錢洛偉看起來有點困難 意義不是那麼清楚 總是呢 我們知道的就是說 美國 美國政府 他想要在1949的時候 要扶植台灣人 有這個意思 但是結果是怎樣啊 他們最後的決定是說 為了要對抗共產黨 所以我如果扶植一個台灣人的政權的話 又要推翻國民黨 又要推翻共產黨 做不到 你現在呢 蔣介石已經牢牢的掌控了台灣 那你就支持蔣介石政權 這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台灣人條件不夠 這起比例1949的檔案裡面在出現 他們評估的結果就是沒有辦法 他想要逃獎、棄牌 美國的軍方領導人是不同意的 換句話說 美國政府裡面 國務院的立場跟軍方的立場是不一致的 這一點我們要了解 1949前後的時候 是一個基本的事實 這就是說 一直到韓戰之前 美國政府主流的意見 都還是認為台灣是中國的 儘管他被日本統治五十年 但是在歷史上他一直都是中國的 就看來把勤差控了 這個一直在自古以來 其實也是只有康熙政府的民政這樣 不過1950年我們在別的地方 我記得我在這個地方也是以前有說過了 就是美國政策在1950年年初的時候 美國總統還是站在開羅先言 布斯坦先言的立場說台灣已經交還中國 可是等到六月韓戰爆發之後 他美國總統的聲明就是說台灣地位未定 必須等到太平洋的問題解決 或者什麼秩序恢復之後再來說 所以1950年是一個轉捩點 剛才講放手政策 Hands all policy 但是六月的時候 不過大家注意的可能這段是什麼呢 為什麼舊金山合約都還沒有簽 不只還沒有生效還沒有簽 你就已經在台北設立大使館了 這一段的翻譯我覺得我們的心意比較好 你看那個英文下面是 Re-established the embassy to China at Taipei 這是在講的就是中國的第一關的設立台北 所以說舊的翻譯說是台北領事館大樓 重新設立使節團 這樣講太輕鬆了 其實是國務院重新在台北設立駐法大使館 就比在生前講政府、講政權 這個是講說他的軍事顧問團都進來了 下一段 這個是在講舊金山合約 對啦我剛剛講了 杜魯門總統他在一月份的聲明 跟後來的這個寒戰爆發之後的聲明 完全南遠北側 對啦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不會去講說 我們應該要讓中國維持完整的領土 要不然我們會被指為帝國主義者 不會啦 因為韓戰爆發他就寫乖了 這不好搞 這東亞的局勢很麻煩 你那個美國的子弟那樣的投入 結果死了這個樣子 那你要怎麼辦 中共方面呢 什麼抗美援朝 杜魯壓力疆 這下子台灣沒有趕快 趕快 第七艦隊協防 然後讓台灣地位位定 那這樣的話呢 美國才能夠維持一個不受赤化的台灣 所以這個是已經確定了 不必爭論了 我要說的是說 George Kerr 在他的書裡面 第十一章 十二章 十四章 你看他的標題是這樣 災難前夕 再來呢 二月事件 我們常常講二月事件 好像可能講得太輕鬆 incident 不過人家在說的是march massacre 三月屠殺 所以這也是我們去年228紀念的時候 為什麼說勿忘三月屠殺 就是這樣嘛 別說回到那個意思 應該是三月屠殺 是一個全島性的屠殺 如果有的228開始在台北街頭 那種失控 這就是古辦的 三月屠殺 我們為我們的新版本推銷 辯護 你看他這個地勢團的張無佐 這個就不對嘛 那是幻音的 小孩 替他查原文 沒有啊 那是柯喬子寫錯了 張無佐 這幻音是張無佐 不對 我們都知道是叫張木豪 意思團的團長 這個部分 也有一個企圖衝進省政府 Provincial Government 那不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 長官公署嘛 那是後來給省政府 對不對 這就有三行一個要緊的事情 那有什麼要緊呢 就是說 二十七號晚上的茶器思煙爆發之後 雖然說路人陳文熙被打死了 第二天街頭的這種抗議 如果這些請願的民眾在長官公署得到了好的回答 可能二十八事件會另外一個方式 結果沒有 就是說你這次行政院嘛 檢察院總幹的 民眾來到這裡請願 結果長官公署的衛兵擊槍掃射 好啦 那我們把它叫做長官公署開槍事件 所以我們研究二十八的人有一些專有名詞的詞點 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說 如果你如果有辦法處理 可能不會全島性的保障 還是你就是個性有壓力 所以就破壞了啦 因為接下去就去佔領五星公園 二十八公園的那一個風山宮嘛 不過我們要去說 到底長官公署事件的開槍事件死了多少人 那我的建議就是說 柯喬治的技術是權威的 因為當天他在場 他跟那個佩恩 那個Edward佩恩 那個聯合國就職總署的佩恩 他一起 他進入那個廣場 結果那個佩恩呢 因為訓練有數 他看到那個群眾跟軍警的對峙的時候 結果呢 有人已經六個躯體 在地上 他就伸手去摸 結果發現兩個還活著 趕快叫群眾送醫 那旁觀的群眾看到他的勇敢行為大聲喝彩 然後呢 他就說 Jord Kirk說我和同事必須趕快去領事館 因為發生這麼大的事情呢 意味著一種rebellion 我要立刻向南京大使館報告 好啦 不過這一下一句就有問題了 廣播電台爆炸了 這個是舊版的翻譯 結果就被那個什麼朱宏妍啊 什麼那些 痾痾怪怪的 好假的 你看Jord Kirk根本胡說八道 那個 我們Hong上有那個電台 從來沒有爆炸 接下來都還是有什麼 官方的宣傳 或者民間的這個報告 哪有爆炸 來 看這樣也閉不住 查原文 來 翻過來 翻過來 你看他後面說 All foremost should give its support 他就說 Then the station went off the air Went off Go off the air 這樣怎麼是爆炸 不對吧 你那個online 跟off 那就是說斷訊 來 再來 所以我們的心凡 這個翻譯之後 說完了以後 電台就斷訊了 不錯吧 來圖長一下 這樣就不會說 你不聽了 你的翻譯也很快 不然 不過 Jord Kirk根本他在描述說 到底二八的這個族群衝突 官民衝突到底是怎樣 他有說 當然很多時候都在打山 不過 沒有台灣人攜帶那種武器 刀槍 有啦 我們有用槍頭 滾了 但是 但是 沒有那個槍到槍 或者他沒看到 而且他也沒看到搶劫 不過我們知道那個軍隊搶劫 那個高雄壽山 蓬蓬器的部隊下來以後 沿路搶劫 這個是 這個是警拜 然後那個 敏台監察使楊亮宮 他3月8號跟憲兵部隊來之後 3月9號曾以宣布戒嚴 然後他因為是監察委員 所以他就要觀察紀錄 要殺 要殺救 他就發現 在醫院 台大醫院那邊看到的是 本省人受到的是槍傷 路還活著的 外省人受到的是棍棒傷 這是衝突的一個樣貌是這樣 其實在這課的書裡面 有描述這個東西 那我想說 異議的部分應該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 二戰後 美國 美國確實是遵守 開羅會議公報 承認台灣是中國的署導 而且幫助中華民國接管台銅 甚至在二十八事件發生的時候 沒有對台灣人伸出援手 所以被Joseph Kerr說 betray Joseph Kerr他是從國際上處理殖民地的常理常規 認為台灣立委是未定的 應該先有托管 不過美國政府雖然沒有接受 沒有這樣做 不過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軍方跟國務院其實不斷在評估 怎麼處理的問題 其實現實政治就是這樣 就是 康林祥這個黨外的前輩 我們年輕的時候聽他演講 就講了 領袖太浪漫 國民黨在中國 雖然是帕書招贏來台灣 他要關秋海堂 關不下來了 但是來台灣要關我們的漢字 錯錯有餘 所以你不常說 你怎麼不敢演 所以要慢慢來 要一步一步來 當然他在講的時候 甚至於叫做新潮流雜誌 什麼 什麼 你說這太無修 這個是說 其實我們 如果有這些了解的話 對於老康會怎麼會這樣講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那 台灣立委 如果從這個角度說是未定論 他領袍王英成在這裡講完 我相信有人不斷說一些挑戰 其實這個 會定論的意思 主要是你說 國際無聲音 一個國家的要件有內有外 我們的內部 有優好的政府 有英國範圍 有主權國家的一些事實 而是國際上沒有內衛 所以主要是在講國際的地位會定 那從美國的檔案可以知道說 美國政府其實對於台灣人想要獨立的變化 他是知道的 只是說蔣政府已經有效的控制台灣 那美國一方面只能夠透過究競章合約來處理 所以那個究競章合約為什麼很重要就是這樣 就是說杜勒斯他在周旋各國在自爭俱佐的時候 他衡量韓戰前後的情勢 終於確認了 朝鮮獨立、琉球托管、台澎放棄 很精確的字眼 這就是說 舊金山合約的稿子從50年51年改了好幾次 最後確定是以台澎放棄 那時候麥克拉瑟之前或者是說美國國務卿 他們的說法就是說 開羅會議公報、開羅宣言 雖然有講歸還中國或者中華民國 但是情勢改變 情勢改變了 我們無法在條約裡面去執行 所以在條約裡面的執行或者是實現就是未定的 就是說 你既沒有托管也沒有公投 你憑那個開羅會議公報 就要確定台灣是歸屬中國 這不通 這個時候他就回到國際法 不是說這個 當然我們站在台灣的地方 看這個事情 是要站在對我們的現況 以及未來有利的這個點來解釋 所以說看一個Fact 當然有好多個面向 我們不能無中生有 我們也要根據事實 可是我們的事實和解釋 當然是依我們為主體 依我們的利益優先的 這是東天的事情 OK 就到這裡了 謝謝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說美國的台灣留學生 在報紙上刊登的應該是半盤的廣告 我在做口術時 有一個風基隆 他在北加州那個伯克萊大學的時候 他們留學生很聰明 要去募錢 還不知道幾千塊美金 在舊金山記事報 登了半盤的廣告 228的時候 登了一個就是屠殺 三越屠殺 結果去給國民黨的住 舊金山的那個時候 應該是領事館吧 他去空氣 就這樣收收收 去那個信箱裡 去那裡抽抽出來 結果我們那個洪基隆 他加入台獨聯盟 在美國教書 然後現在在南港軟體園區當老闆 很賺錢 那個叫做台灣為知己 那些股票還賣得不錯 這就是我們的台灣人前輩 他們的青春為台灣獨立努力 然後後來也是失業有傳 這是指著我們去把它記錄 這個在我們眾業院禁止所的 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室上冊 裡面有洪基隆、紅基隆 聽你不來 謝謝醫生老師 說明就是整個被出賣台灣的翻譯 以及就是在那個時候 書中所寫的在那個時候 台灣的國際情勢 以及那個國際情勢 到底為什麼會指引 或者說會使得台灣 就是賣相現在這個樣子的一個國際地位 以及島內情勢 對,那面對這樣子的歷史呢 就是從這邊老師跟歷史老師 對於那個時候的說明 那我們是怎麼樣在看待 或是說我們用什麼樣的行動 來面對這些歷史呢 要請就是藍石博學長來跟我們分享 就是我們這幾年做的那些事情 然後來面對 謝謝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榮幸來到這邊 因為算是我第二次來責務這樣子 尤其就是跟我自己 兩位老師 就是從台其實是滿新的一件事 其實今天這個活動 滿有趣的事情 它是在談一個過去跟現在的教會 也就是說兩位老師談的 其實是台灣過去歷史發展的一個過程 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那我在現場所負責的其實是談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或者是以及我們 除了在學術的看救以外 我們還可能做些什麼 那其實今天 我看到現場有很多蠻熟悉的來賓 包括去年也有幫我們做採訪的老師 還有這一屆今年參與共生音樂節的團隊的朋友 那這邊麻煩大家借我手一下子 我們一起掌聲給大家鼓勵 那我自己 雖然我前唸文學索 但是我現在唸歷史索 那我自己對於歷史的感受是其實 歷史往往存在很多偶然性跟必然性 那其實事實上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這個共生音樂節 也是一樣的 那什麼偶然性呢 就是說 其實 今年是第二屆的共生音樂節 那去年的共生其實是在1月初的時候 醫生老師有一天就臨時打電話給我說 就是他覺得今年228 應該就是想要由年輕人來主辦這樣一門活動 好 那老師打之後電話給我其實距離那個2628 而且只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可是我們就有一股氣或者一股意象 希望可以把它完成 那這個完成其實來自於一個很偶然的概念 就是說 前年我去參加了六四紀念晚會這樣子 然後在中日紀念堂 那我就發現這個晚會非常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因為前幾個月我才剛參加 呃 就是長輩們辦個228紀念晚會這樣 然後就七風苦雨啦 就像今天那樣的天氣 然後那台下的人 就是可能就跟我們現在現場的人 可能差不多這樣 然後 然後就是大家冷得要死 然後年齡層都很高這樣子 可是我去參加那個六四紀念晚會的時候 我就發現台下全部都是年輕人 然後這些年輕人很願意 為了一個中國 或是為了一個長期由香港的學生所主導的一個活動 然後付出那麼多的努力 那甚至我看到 就是工作人員上面 身上的那個紀念T-shirt 就是賣到就是要扒工作人員的衣服來給群眾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心裡就覺得說 那中國人的事情都不能夠這樣啊 那台灣人的事情 一人就是沒有年輕人要參與 我覺得這個 這個倒為了大的刺激啊 所以也是獲取的是因為這股氣 所以就是醫生老師找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就算只剩一個月 一個半月 我們還是應該可以 可以做起來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雖然現在我們是在創立的紀念 我們是在創立的紀念 可是其實 228這個東西 或者台灣歷史的發展 在台灣社會其實並沒有過去 最近最夯的議題是 台灣文化界、台灣教育界最重要的議題是 歷史課綱 那歷史課綱其實就是一個歷史詮釋權跟歷史論述的爭奪 歷史論述的爭奪 我們過去常常 台灣人有時候有一個很奇怪的特徵 就是說 因為 我們的歷史不被教育 我們往往往期待一個歷史機遇跟偶然的天啟 像我是被苦鈴的錄音帶 就是政治啟蒙的這樣子 這個可能都要有點年紀的長輩才會知道 可是 我們常常會忽略了 因為我們是被一個意外的巧合所啟蒙的 我們就忘記了一個制度面的 制度面的、結構面的 去傳遞知識有多麼的影響力 有多麼的大 有多麼的廣 我們就忽略了這個東西 所以 事實上我們把歷史研究跟歷史教育 切開來看的時候 讓我們就會忘記一件事情是 課本或是國民教育是一個 一年可以針對十萬、十幾萬的人 進行做教育、知識整合的一個工程 而我們過去太忽略這一點 對方從來沒有忘記這件事情 所以 最近我們發現 其實台灣歷史還是很重要 因為 對方並沒有放棄這個東西 可是 好 如果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回到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覺得共生音樂節這個名字很怪 那你們知道我們最常遇到的質疑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 這個名詞最容易被argue的是什麼 沒有人要把共生 蛤 不想跟他們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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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 人就要跟你們共生 你跟你們共生 常常都有人問這個問題 但是 我覺得其實 共生音樂節這個共生 是有一個意義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眾議學 大概二十幾個人在我家 討論出來的結果 我們覺得共生它有一個誠意 是說 我們必須跟歷史共生 也就是說 人不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動物 所以它必須跟歷史共生 同時 我會認為它必須面對一個事實 就是 它必須與現況共存 也就是說 台灣的社會 確實還是擁有 不同的 複數記憶存在 我們必須跟這些複數記憶共存 而且我們去思考一個什麼 我們去思考一個未來的共識 未來的共識 所以 這個音樂節它就不只是 一個歷史事件的記憶 它同時也是面對現在 面對未來 面對未來 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所以 我們常常會遇到兩個 兩個不同的說法 我相信這兩句都是蠻經典的文言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說 大家人放流教說 怎樣 不會最多 這是一種說法 可是還有一種說法 這是最近很夯的 大稻埕裡面強調 那這兩句話不是很奇怪的 一方面一直去否定台灣人有團結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說台灣人要團結 或許它都反映出一種什麼 反映出一種 其實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我不是說這是對的 而是說台灣人或許 從以前到現在 並沒有存在一個 強勢的 主流的 以台灣為主體出發的 歷史記憶跟概念 所以才會出現 才會出現兩種 一個是 對於現況 我們認為它不能團結 一個是對於未來 我們期待台灣人團結 因為團結才能有力量 好 所以 我必須跟大家坦承 我非常期待 大家 2月28號那一天 能夠來到現場 能夠參加共生音樂節 而且最好帶著你的朋友 或者帶著你的兄弟姊妹 帶著你的父母 如果你今天像我一樣 沒有過情人節 那就可以在 2月28號到現場 補過這樣 好 那為什麼 我同時 我同時非常 誠摯地邀請大家 參加共生音樂節 但是我也可以 很坦白地告訴大家 對我來說 設計這樣的一個 音樂節活動 其實只是一個 幌子 只是一個幌子 這句話 講完陳醫生老師的心就冷了 他說哇 花了六七十萬 你跟我講你是個幌子 好 那 為什麼是幌子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共生音樂節不只是一個音樂節 不只是一個有舞台 有人唱歌的晚會 他其實從下午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 228事件的靜態展覽 也就是說 我們在舞台的旁邊 有一個帳篷 然後有十幾塊展板 然後跟大家好好地說明 228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同時 同時我們從下午開始 就有一個活動 我們叫做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 我們邀請了家屬 我們邀請了老師 我們邀請了新一代的同學 他們到現場跟大家談 從不同的面向來談 他們跟228事件之間的關係 228事件對於他們的意義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講了 228不是 228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但是我們不只懷念歷史 記憶歷史 我們還要面對現在 面對當下 所以 當天來到共生音樂節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共生音樂節同時是一個 新世紀的台灣的 無力者大會 也就是我們邀請了台灣 目前 目前 對於各個社會議題 有關注 有經營的NGO 以及 學生社團 一起來到現場 告訴大家 他們在忙些什麼 告訴大家 他們在準備什麼 準備什麼 所以 音樂節 共生音樂節 也是一個 是一個 希望用不同的型態 紀念一個 對於我們 來說 同樣重要的日子 這不是一個 只屬於家屬 或 不是只屬於研究者 或 不是只屬於 任何其他 其中一個人的活動 而是 他可能 替我們 創造 些 什麼 我們希望 透過共生 他可以把 把餅 做大 然後同時把 這個議題 挖深 更重要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 創造 連結 如果 大家 稍微 爬梳或整理 228事件的 投訴史 或者是 這個資料 我們會發現 我們會發現 事實上 在當時的 台人人 並沒有在 228事件後 有一個 有機的連結 他往往是分散的 台北 台中 台南 花蓮 其實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地區 他們在面對 當初那個 歷史事件的時候 採取的策略是不一樣的 應對方式是不一樣的 我們或許可以想像 我們或許可以想像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 沒有連結的情況 導致228事件是走向這樣的一個歷史結果 那麼 如果我們知道過去是如此 那麼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我們 嘗試在一個晚上 把 關心台灣 愛台灣 想要為台灣做些什麼的 聚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場合 你怎麼可以錯過 如果你也跟著他們 你也想要理解台灣 你也想要知道 台灣社會目前有什麼問題 你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 那 你是不是也是趁著共生樂節 可以理解 我們 接下來要面對哪些挑戰 這 這就是 我今天來到這邊 然後邀請大家來參加 共生樂節的原因 因為事實上 我 我是展示國 那 我同時有很多成分 就 我同時是學生 我同時是 同時是 同時是個生意人 我同時是個 做運動的 等等等等 可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 我所面對的問題 或者我當前面對的是什麼 是我同時在處理的 是歷史課綱 所以我們開始在針對歷史課綱 多做一些研究跟討論或宣傳跟推廣 那麼 換言之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只有一個省份 大家除了市農工商 生活 家庭之外 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台灣多做一些審查 那或許他可以從參加共生樂節 然後找到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關係的議題 你的戰場開始 那以上就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共生音樂節有個粉絲專業 大家可以去 社會上去看看 那現在還有一些 還有蠻多時間的 那我們大概可以有三 半個小時到四五分鐘的時間 讓大家發問 那我們在十點結束之後 也還可以有微真實的討論 所以現在我們大概就是進行 一輪一至三個 那就是一輪一輪的獎金下去 那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要提出 不管是對被出賣的台灣這本書 或者是對於228的這個歷史 或者是對於我們現在的行動 有什麼樣的提問 那大家可以提問 好 就是 請幫忙低下麥克風 那個文力兄第三位 因為他 他非常提問 先請對小便帶報紙 這位 各位大家 台灣人在這個二十世紀的228 我覺得很多觀察 台灣人還沒有從整個文化情境中結醒 就是說 從一些史料片段 來回憶整個228這個正向 我感覺是還沒有結醒 如果有結醒的話 今天這個國民黨正常被台灣文化來產存 就是說整個這個時代的進化 並沒有產生一個台灣新文化 然後台灣在國際上會受國際勢力的載制 就是說台灣地理位置能存在 就是說在二次大戰以後 新海權的概念之下 來形塑台灣的這個 互動 我認為就是說 從新海權跟新文化 來看待228 台灣整個力量在全球化才能恢復 像台灣目前的經濟 就是說一種經濟的二二八 載制各位年輕人的發展 載制台灣的發展 整個政治還是在很沉悶 被國民黨這個政權 就是說透過所謂民主化協定 還是在欺騙台灣人 所以我覺得整個死協家 應該用更宏觀的眼光來看待亞洲 尤其是台灣文化 新文化的印量 這樣的話才能帶動整個台灣的死官的新發展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因為一次是個人舉手 那就是先這位先生 然後再 然後最後是那個國民兄 各位 各位 沒有 這是上面這邊 各位 好 我有個問題 我常常問人家說228 到底是什麼 問很多是年輕的朋友 但是年輕的朋友大概會從2月27早的晚上 當晚那個茶器思菸那一段講 講完之後大概就沒有了 但是茶器思菸的那一段是在2月27 是227並不是228 那真正的228就是 第二天去抗議到公安局去抗議 接著很重要 我認為是很重要 但是很多那個文章都沒有提到 提到228的事情就是說 在長官公署前面人家去抗議的時候 他開槍的那個事件 我現在認了227的那個茶器思菸 就好像是他只是在火台上點了那個火 還沒有靠近鞭炮 而到那個長官公署前開槍的那個事件 對於來示威的群眾開槍的時候 那個是已經靠近鞭炮的時候點燃了那個隱性 但是也還在燒也還沒燒到那個鞭炮 直到去那個廣播電台廣播的時候是燒到隱性的末端 會要爆炸 然後廣播出去之後才全台才開始爆炸出來 所以我是認為真正在228的時候 是應該要讓同學知道是在行政院 就現在的行政院以前的長官公署 那裡對於來示威的群眾開槍的那個事件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一個事件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 關於從中國帶來的這一批保護 就知道互動服務院的這些東西 那不知道前面的幾位主角是怎麼看待這些東西 然後他的覺得未來應該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謝謝 謝謝 這個問題也很有趣 對於就是 中國 或者說 大陸上面發展的各國化的遺產 怎麼看 問你兄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想要請教的是醫生先生 但是還要請教之前 我先請教各位 在座的 拿過槍打過真實子彈的請舉手 好 還是 依訊各有 今天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知道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大家知道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大家知道嗎 林小姐 好吧 林小姐 以我的知識的理解 今天是不可做愛的日子 但是呢 今天來到這裡 我要跟大家一起做愛一下 做愛做的事 我認為身為一個台灣人 愛做愛做的事 做什麼事 這樣子 不少人能不能看得清楚 非台灣人 自主主義者 勿活在台灣 無任何條件可談 人台灣人 或是 Polomism 不存在台灣 無任何條件可談 當一個 1947年我 還不在天國的哪個角落 五六年我出生 到我真正看到 228事件的理解的 從親人聽到的是 南部 開始有計畫的 要到高中去 取槍 這件事情 不曉得 歷史世界裡面 被記錄了多少 你說去高中取槍是什麼意思 因為日治時代的高中學校有軍界部 多少現在台灣人知道槍做什麼使用 當年輕人被替代役 被剝奪 在服兵役的義務下 拿不到槍這件事情 現在台灣人的年輕人認知有多少 我想要問陳醫生教授的是 原版放在台灣的那一個東西 為什麼在翻譯本裡面 華文本裡面看不見 到底在恐懼什麼 那一個圖像 為什麼不敢真實的翻譯出了 還是翻譯在哪個角落沒有被呈現 謝謝 謝謝 溫律兄問的應該是 就是原本那把劍 他在台灣上面那把劍 為什麼 其實 其實 您剛剛也有提到就是 不必要用那些 不見得必要用那些 情緒繼續加註在 現在 那 先 這一輪就先四個問題 那包括有問到說 台灣有沒有新的文化 或者是說從 新海權性文化 來看待台灣 台灣的歷史 或者說台灣的未來 對 那也有提到說 比如說像是 中國的文化 對 那 在台灣的話 怎麼被 怎麼被 面對 也有可能 就是 那問題也很怪 也有可能 像溫律兄說的 就是有沒有可能 是真的要 劃清界限 把一切都趕出台灣 還是說 回應到我們這個共生音樂以前 它其實是可以共生的 那我們又該怎麼樣的方式共生 那請各位回答 好 我先回答 事實上 前面兩位 提的問題 我覺得是 雷同的 就是 台灣社會 對台灣的歷史理解 其實還很少 雖然我們好像說 二發事件 已經寫到教科書裡面 教科書裡面寫的就是 2月27號 就發生 氣焉血案 所以學生知道的都是 氣焉血案 但是後來的那個部分 就是 全島的抵抗 抵抗的過程 情況如何 成疑如何欺瞞 如何用緩兵之計 軍隊如何屠殺 這部分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 我覺得整個 那另外那個朋友談說 就是 台灣的 對史學家有很多的期望 要宏觀 讓台灣帶來新的視野 新的發展 我覺得那個 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先回到 那個 搶回 我們對歷史的 詮釋權 這種問題上 在我們對台灣歷史的理解到 後來很裏現的過程裡面 請覺得現在一點用處都沒有 因為我們做的研究室上 他現在為止 他 他現在又收回來 就課剛的問題其實就是又收回來 那你看他 他教科書 學校教育 我們說的義務教育 其實就是對於 新年學生做最系統的 意識形態的灌輸 或知識的灌輸 對不對 那他現在情況擺得很清楚 就算裡面已經有二、三十年的 台灣史的研究 可是他在這個課當的定義裡面 他一個都不要 然後他找來了什麼人 找到三十年前的那些人 然後他把三十年前交給我們 這種五十歲以上的人 的內量的東西 又要來從2017年全部 就是十二年國教 就是所有的人的頭腦跟思考方式 就複製我們總統的那個方式這樣 所以各位很有期待 但是我覺得前面那個工作 我們都還沒有做到 那當然就很 就是我會認為說 台灣的領主轉型二十年 事實上我們處理的方法 台灣人非常溫和 我們都會這樣說 後續就算了 賣的公家 大家都這樣子 就是非常寬容 那這個寬容 但是他不寬容 你很寬容 他不寬容 他很清楚 也就是說過去他掌控這個社會的所有的 所謂的黨國的結構 沒有解散 那他現在用這個細色方式包裝過來的時候 我們還在想寬容 不要再提 當他掌握到選定他又回來 所以我想我們要重新去處理前面這些問題 那這個就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而已 我覺得就是要有個自覺 各位在場會到這裡來 當然你們是相當有自覺的人 你們會來 但是怎麼樣可以去讓更多人對自己的歷史有了解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以進一步 可以怎麼做 那有關那個故宮的問題 事實上我沒有考慮過 我沒有好好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不打算很草率地回答 好 謝謝 謝謝 不行 故宮的寶物的問題 我有認真想過 其實在1994 陳水平選台北市長 這個 中國市民革講一個金馬車軍論 其實金門馬祖的問題跟故宮的問題差不多 你如果沒錢沒錢 說金門馬祖不是我們的 你可以去找什麼 金門馬祖確實跟台虹是不同 因為1895、馬文遼曰、歌浪、台澎 那是有他的歷史因緣 金馬本來就是中國的 可是50年代 蔣介石撤退來台 結果還有舟山群島 還有一些什麼大臣撤退 所以說台澎金馬這個是因緣決定 叫我們台北台北說是因緣決定 所以1958的823發展之後 毛澤東跟蔣介石有這樣的默契 所以台澎金馬就確定下來了 那去年後來你不要再多錢 你回去把它切開了 當然有朝一日 依我們的信念就是助盈知覺 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金馬祖可以透過知覺的方式來決定他的歸屬 那都是有朝一日 時間還不夠不要太麻煩 故宮的保護也是一樣 你不會去問那個 倫敦啊 什麼大英國務館 他們要來保護會 那都是伊斯蘭教的 這是中國的什麼 都會贏 沒有啦 他們之所以會放在那裡 有他複雜的因緣 他放在那裡是恆溫恆斯 或我們優秀的警衛保持得很好 公事人觀賞 很好啊 那這個故宮也是恆溫恆斯 過得很好 那如果放在北京 可能文化大革命搞不好就弄掉了 所以也要感謝我們 我們是沒有那種擔心 不像前幾天我曾經跟王曉波座談 他跟他說 我不曉得你們台獨分子怎麼想 依我們的想法 要對中國的主權不要輕言放棄 我們坐在台灣 我們台灣人 他跟我們台灣人 我聽到他不清楚 我跟他回答說 我們台灣人沒有那個擔心 所以這件事 那是要很清楚 不過我剛才說的 一位朋友說 掌握公署開箱事件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說 不要侷限在227的晚上 不過我們常常在史記導覽的時候 從大道城那邊出來 過去幾年 偏偏我已經 年會越來越多 以後都要跟年輕人做沿途解說 我不是都要乾脆說 這台人家是天馬草房 那台人家怎麼樣 哪來到掌官公署那是怎麼樣 我想應該有同學 去年還是前年 聽過我在那邊講 掌官公署開箱事件 我們今年的遊行路線 也是一樣會再走一遍 我們很鼓勵很希望 南部的人應該從 高雄人應該從壽山走下來 什麼五一路 就是嚴重過一路 一直走到市政府 跟高雄公署或是高雄會車頭 那如果是說台中人 要走一座 二七部隊的路線 走到玻璃去 我們雲林館哪來 我們台北人 台北人就是要走 我們台北的228路線 我想這是很好的一個紀念方式 不過我現在文理兄講那個 我們還是有我們今天的創意 不必學1965那一把劍還要插在那裡 那個時候的美編也醜醜的 我們今天其實可以編得更好一點 事實上那個情勢一直在變 我想我們雖然記取歷史 可是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陳隆志教授 他是我們台灣人裡面 可以比邱鴻達馬英格的老師 可以拿筆下去的一個國際法學者 陳隆志教授他在台灣獨立的展望 這本書 就是以心無英文 然後反正中文 裡面一個就是台灣人是無國際人 就是外來賬款 我們就用客人變成黑名 當地頂頂頂 台灣人無國際 無國際 但是90年代之後 他修宣去講出來說他已經哪裡了 那就是今天民進黨的主流說法 就是copy陳隆志的講法 就是已經獨立說 但是你說一個情勢就說 哇 那就拖起來了 那怎麼是古代 台灣民國怎麼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如果當地要去 我們怎麼問我們是什麼 何時何地已經獨立 我都知道 但是陳隆志不知道嗎 你要如何面對今天的情勢 就是包括那個王曉波 他在1970年71年的這個 釣魚台事件 他是開第一槍的 他有他的貢獻 不過他是幾十年前的人 他今天還要影響我們的課綱 所以就不想問 他在當時說中國的土地 頭可斷 血可流 中國的土地釣魚台 你寸步不讓 結果那個米國的漁學生 我們釣魚台 那些劉美的 其實是中華民國去的劉先生 因為中國大陸 當時還很少有這種流血的機會 結果在台灣去的家 哇 感動 當然不一定都外星的青年了 總是台灣去的 信用的國民都去討論嘛 人家選起幾千人的遊行 保釣運動的標題是什麼 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 紐約分會 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運動 什麼什麼 紐約分會 什麼華盛頓分會 什麼分會 你看那個校信兄他的那個舊照片 前兩年在校園裡面展出 你看到很久了 那樣的標語馬英九政府敢用嗎 今天你在談釣魚台的問題 你會說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嗎 又有共隙語 所以說 釣魚台的問題 已經不是王曉波那個時代的問題了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意思 或者說中國的意思 你今天必須要重新思考 不要說這樣我帶下去 什麼人去說台灣是中華民國 什麼人去說台灣是中華民國 我們可以背叛 那時候你就沒辦法去合作了 我們知道歷史過去 也知道現出一些困難 如果我們有辦法用那樣short cut 就是一個超短線 就達成了 陳隆志他們都比我們笨嘛 所以說我們在想這台時 可能會比較包容 或是比較有一個新品氣合 來想這台時 謝謝醫生老師 那我幫我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時代的感覺 我最喜歡QA了 因為就是QA是一個很好對話的過程 然後加上就是我比較直接 所以我如果覺得你問的 我還是會 對就是首先 我覺得課綱爭議的核心 或者說我們今天討論這個議題 228議題的核心其實還是在於 就是說 台灣歷史是一個持續在發展的詢問 這個持續在發展的詢問是包括連材料都在持續更新 甚至連普及的 包括像今天我們介紹這本書 它都還在在版 也就是說它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更正 所以我覺得 作為一個 曾經是 台灣研究 或是台灣歷史研究的 從業人員 或者是研究生來講 我覺得台灣研究的過程 它往往給我帶來的是一個思想的衝突 是一個思想的衝突跟疑惑 是一個不斷拆解又重組的過程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進行式 它是一個進行式 那如果我們在研究台灣的過程 或是我們在理解台灣的過程 如果有一個人告訴你 哪一個就是答案的話 或是哪一個就是唯一解的話 那我就會直接跟你講 我大概花了十年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誰告訴你 這件事情 台灣歷史如果只有一個答案的話 它告訴你那個答案 通常不會是唯一解 然後往往更可怕的是 它可能也不是最佳解 台灣歷史是在一個什麼 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 所以我們要反對的 我們這一次要反對的 這個科剛爭議 或者是我們反對的 過去打國教育的歷史 台灣歷史的內容 我們反對的 也不只是它內容上的妙誤 而是我們反對 它在思想與方法上的落後 這才是我們認為 台灣史研究 有它存在必要的價值 所以我必須很直接的說的是 台灣歷史 以及台灣所有關於議題 這本身 不存在所謂的去中國的妙誤 包括剛剛的那個問題 台灣在悟空有很多保護 這我們都知道 那所以台灣獨立的悟空的東西怎麼樣呢 它或許想要得到的答案是 對我啦 中華人的東西等一等好了 一切都給你好了 它或許想要得到的是一個 出自於衝動 出自於民族主義 出自於本質主義的想法 可是 可是我想問的是 這裡 有去過悟空有舉手 有去過台南的 台灣文學館的人 繼續手繼續舉著 好像撿一半了 再問一個問題 台東有過博物館 有去過舉手 差不多一半一半 那有沒有人知道 悟空是幾單位 有沒有人知道 台灣文學館的幾級單位 有沒有人知道 石田國務館的幾級單位 所以你告訴我 台灣存在去中國化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在講什麼 從頭到尾我發言 全部都用什麼語言 華語 華語 我先說 我反對華語這個名字 先說 那以後再講 我反對 小時候我們沒有用華語的 小時候用中文 那怎麼這樣用華語 帝國只會陰謀 你沒想力 你沒有想力 但你實際想的就是 華語就是一個 來自於一個 所謂文化中國 創造出來的東西 沒有去思考你 對啊 不然為什麼新加坡人 他要強調他用的是華語 因為人家用華語實際 說他沒感覺 然後新加坡 所以我就用華 表示我跟中國比較接近 台灣人也要用華嗎 我覺得可以再討論 不過回到前面 我要講的是說 包括歷史課程 包括故宮 我們一旦把台灣跟中國 做一個切割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 非常思想不負責任的做法 也就是 包括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就是說 台灣在戰後的發展 文化或歷史的過程中 真的能夠把所謂的 中國因素拋棄掉嗎 我覺得這必須思考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 我們舉剛才講的華文或華語的例子來講 當我們 當我們不對 漢字這個象形文字進行分析 我們也不去思考 他如何從一個文言文進展到白話文的過程 做一個仔細的思辨的話 那我們就會直接給他一句話 這是中國的 我們把它丟掉 但是如果我們 譬如像陳培東老師 他去仔細的去研究 漢字的發展 或漢文在台灣 他就會告訴你說 其實漢文也有可能是 台灣自己的東西 他有根土畫過 他有什麼樣的能力 那我們要選擇用什麼的歷史觀點 來看我們的歷史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沒有定論 我只能說 這個還有很多的討論空間 可是我們更可怕的是 台灣的教育環境 並沒有給我們這個空間 甚至他馬上就要回到一個 就是以所謂的 中華民國憲法 為依據的課單 因為我沒有讀過憲法 所以我不知道 只是我 我只是很好奇說 有哪一個憲法管道 的名須要學什麼東西 這好像是有點荒謬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再回過頭來就是說 台灣文化 台灣歷史 台灣文學 究竟要怎麼去思考 思考它的定位 無人老師前幾天講 他說 台灣史是世界的 是世界定位下的台灣史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台灣文化 是不是一定有中國文化的因素 有日本文化的因素 或者是 我們有更多東南亞的因素 更多的新台灣之質 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更開闊的未來 我們要走的是一個更多的可能性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 告訴你只有一個東西 那東西叫中國 但是實際上 如果我們再回頭去看 國民黨版本的中國 根本不是中國的全部 以語文教育來講 以語文教育來講 國民黨的語文教育 只有獨家的中國 沒有道家 沒有法家 沒有老子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為什麼他只強調獨家 我也讀過了 偏下了 我讀中文詩的 我還考差大的 對不對 我都讀過了 我不覺得儒家特別的重要 可是我可以跟他肯定的是 因為你讀的儒家 就特別乖 對不對 你爸跟你妹妹 打到幾樓 不好意思 我錯了 他喜歡這樣的人民 他喜歡這樣的百姓 可是換個角度 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說 他們有沒有想過 一個幾千年前的社會 所發展出來的思想 他能夠解決 兩千年後 特別是經過歐洲跟西方 東方跟西方文明 衝撞後 產生的一個現代社會嗎 他怎麼去解決 他如何去面對 多元成家的問題嗎 他如何去面對 殖民主義的問題嗎 地文主義的問題 後殖民主義的問題嗎 所以你就是拿 明朝的劍 不是 你就是要拿 你要拿什麼時候的劍來砍 我覺得這個才是問題 如果我們要真的面對 真的討論的話 那就不是一個 去中國化的問題 我只能承認說 當我找我先打很長的 我可能比一般的 留多一點點 可是我真的覺得 中國文化對我們有很影響 有嗎 我們有好的存在 我們有好的存在那一面 可是我們留的 究竟是好的那一面嗎 我們就比如說故宮的東西 當然留下來啊 那是好的東西啊 可是我們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或是我們真的有拿 對代故宮的寶物的 一半的新軍艷 對原住民的 悲難的 那些東西嗎 我自己摸著自己的 想想看嘛 對不對 我覺得 就是答的就很清楚吧 好 謝謝 謝謝道理 我們應該還可以在最後開放 簡短提問再三個 一二 有點多 好 那個 一二三四 你 好 我們問題撿到五個人好了 五個人好了 你說一分鐘 一分鐘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這邊 那我先問 你們兩位就 兩位 兩位講者 是什麼 好就是 我想問一下 關於課竿為講 就是 我們看到課竿為講 之後 一些像 博文生高雲生他旁邊有特別怎麼樣的反應 但是 卻有 特別反對的反應 但是卻有高雲生 投書 就說他很贊成 自己委託 我覺得 這樣會不會不會 然後我想說 我們要怎麼 看來這個問題 要我們可以做什麼 謝謝 謝謝 給旁邊 燒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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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講者 我想知道說 各位講者 對於歷史科高更改的 對於殖民 就是這個 這個名詞加進去的人 是怎麼樣 怎麼樣 看得到這樣子 對殖民 這個名分 那殖民 我常常講說 這個 藍士國的先生 那個 剛剛你講的那個什麼 很多NGO 我想知道大家有哪些 然後裡面有一個 整合的平台 因為我個人有興趣要 投入這間館 很私下愛情這樣 那另外的部分是 剛剛聽了這228 就是剛精彩 大家幾位 就是優秀的研究員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在探討 這個台灣的 當主權的問題 然後 都造成一些可能 本位主義的思想 或是一些國籍方面的 考慮 那在很多 討論的時候 不斷提到說 一層人外層人外層人 外層人長官 所以說 今天這件事情 如果被套上省籍 或是國籍 這樣的事情來討論的時候 它是不是 讓我們 面對所謂 剛剛藍士國曾經講說 見往之來 未來的時候 我們會被這種 省籍來 做一個綁架 就舉例來說 當初在長官公署 難道 哀槍打死人的人 是一個等省人 而不是外省人的時候 這個意思就沒有問題嗎 你就活該被打死嗎 所以有問題 並不像是一個外省人 它是一個長官 這個 這長官公署 就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為什麼長官 是公家派 然後為什麼它是公署 為什麼 國長有趣 為什麼人 不是平等 為什麼 是長官又會殺人 殺人 而且還是公家派公署 所以這其中 有一個階級的問題很重要 在二二八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 我也本身會處理的關係 我們會決定說 因為你是某一國家 也是某一確認 我們就這樣 在同一個地方 這意思 那我們會陷入這樣的私有 我想請問幾位想 走在我們所謂建法之下 面對未來台灣的現狀的時候 是不是 從這個世界來探討 我們所謂的階級的文化 還有這樣的制度 而不是 可能過度強調所謂的 會從階級的角度 就是升級 或者是 長期問 曾瑞老師 就是 在您的課堂上 或者是在 您的著作有提到 就是 您以前也是 就是成了一個很 就是 信奉 就是 嗯 怎麼講 然後 就愛講青年 然後 然後 突然有一點 不是突然 反正在高中的時候 然後就走在電腦上 然後就醒悟了 居然 這一切都是假的 然後 因為像我自己的家庭 是 我們家子定年 然後包括跟中國時報 然後 然後 我穿了22年的黨年 然後包 然後包好一點免費 然後被送到了我的高中 然後 然後在我22歲以前 我從來都不看自由資報 就算別買 就算免費會不難 可是 然後我想問的是 就是在 現在的情況下 像課剛微調 然後 然後 就是 感受到 國民黨的 復兵 然後 那 我是在我22歲的時候 就是 風到一些啟蒙 或者是 上年的課程 就覺得說 台灣存在 現在就不停止世界 我覺得 這像是一個不停止的時候 那 如果說現在 年輕已被 高中生 國中生 那如果說他們 等不到這樣的啟蒙 怎麼辦 我現在是有很多意思 不會啦 其實這麼多人 應該是不會等到的 好 我們最後面 第五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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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臺灣 就被接受 轉移 那我現在回到現在 現在 我覺得一個很 很 不能理解的狀況 就是說 為什麼這兩年 這幾年 沒有人談修憲 就是說 這個 或是說 沒有人去 很少 執行公投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自覺不管是大事、小事、到事實上很地方性的、很做變的事情 事實上已經有一個比較合法的機制,是公民投票的機制 可是為什麼有了之後那既然大家都就是吃之以鼻還是說覺得完全不可能 所以就本來把這個真正的這個權利不是該做的這個自覺啊 就把它放棄了 那我目前有一個疑問 OK 真正的疑問 那我們大概會有12分鐘的時間一起分配 問題反過的 醫生老師先 剛才會有人提到說我們的用詞不適當去用到本省外省 我想這個可能誤會 如果有上過我們課後的看過我們文章的人都知道 我們的基本立場其實不會是那樣的 你不用擔心 但是呢 在描述那個戰後828事件的時候 你要理解當時所謂的外省人 我說為什麼 我都會說所謂嘛 我們在所謂都這樣說 過去就是這樣 我老爺就這樣說 我們一個阿爺就叫外省人 就不敢去舉辦什麼婚禮 就為後門出去了 就去結婚了 有什麼公菜 這個跟228事件當然會有關係 因為以史名 老先生的史官來講 他現在雖然是台灣民主 當然是包括外省人才來 不過在戰後的時候 沒有什麼 那是火若原祖民 這個客家 那是在清異國時代 那個時候 經過什麼 翻到那裡很苦苦 變成一個台灣人的議事出來 但是呢 經過了幾十年的同學 或者是老師 我們這樣就要做 跟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想這個用詞 要看它的前後沒落 並不是說外省人這個詞 絕對不能用 你看他寫的故鄉 剛才有講客綱 我也很驚訝說 報紙已經討論那麼多了 我們還有年輕朋友 他還不知道客綱微調 是在調什麼 這有時候 還是要怎麼講 網路上應該也是有才對 他今天不是微調 他調的只是要命的那幾個東西 而且就這個 教育部的這個 課本的處理來講 他是先要有個課綱 然後各個出版社 去找人來下課本 然後再來審議 他說課綱是上游的東西 那麼有必要丟這麼細嗎 我終於知道了 我跟黃曉波對了證 他說我們就是要故意把它限制那個 你不可以講慰安婦裡面有志願的 然後你不可以講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從軍 其中也有什麼愛國的 你後面還有審議嘛 你課綱還需要訂這麼細嗎 所以他們現在用一種 其實說去日本 譬如說行政院長 是說馬英雄會出來 說我們現在是要站在中華民國限華立場 說去日本話 結果他們是要製作一個稻草人 什麼人去講慰安婦志願的 那夠人是說什麼 他會說那是語言人 我們從那個什麼貶政府以來 或者是我們寫這些相關的學者們 不會去說什麼 慰安婦志願的 他說那是什麼 我們的課綱裡面 其實是大綱大落把它訂好就好 所以說他們這次是 我懷疑了 因為施政無能嘛 所以他要給你不吃一個事情 讓大家注意一點 所以他還放在這裡 事實上那些話題 多少年來已經 我回頭來翻那個貶政府 時代國2006年、2005年 還寫文章批評那個貶政府說 你的教育部哪有那麼軟弱 無憲苦有很多在日子嗎 還在中央的教育社會 還沒有辦法擺脫那個中國中心史關 你說調一台 自從明代以來 我們就怎樣怎樣 我們沒辦法 所以說 那個不要以為說貶政府時代 那些都有點誤導 哇你們貶政府時代多粗魯啊 多野蠻想要改變教育書 我們今天只是撥亂反正而已 無憲無憲 貶政府時代哪要把教育書怎麼台灣化 有限啊 很有限 所以這個 我想這個是一個金頭三個小時 來進行了解他 不過我也要說 就是說 有一個朋友講的betray的 今天雖然有權力做公投或者是做自覺 但是喔 我就是憑過那個冰 冰露 蔡通榮 他就是蔡公投啊 你貴姓也要 我把我小姐的悼念跟著 公投雖然是對的 價值是對的 可是 我們有條件嗎 你看那個頂邊的公投法在通過的時候 是在憑政府時代通過耶 鳥籠公投那個馬尾貝斯 就是在憑政府時代通過的 你說那裡立法院裡面一定是多數啊 喔 那個時候的立法院裡面 你如果叫蔡公投的版本的話 就不是怕你這樣喔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不敢 啊 你就說美國、北京等等 那理由就走出來 所以我們在解討這個的時候 我們當然退一步講 就是說公投是保健 拔出來喔 就要保護 你不要有代表錢 這樣拿著那個削千里刀 拿出來一粒布 那個公投一定是要衡量 我們的內外環境喔 就是要贏的沒有過 這樣就來布啦 不要隨便拿出來布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 這些重要的事情 可能都為了那一天 我們公投的時候要贏 這樣嗎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提了很多問題 那個課安微調的問題 其實它滿複雜啦 它有程序上的 就是完全不顧正當程序的 就是違背那個民主社會 資訊公開受到監督 那這有非常 就是如果各位有注意的話 那我們大概把它整理過 至少有五個到六個很明顯的程序上 有粗魯的做法 譬如說它那個工投檢核工作小組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存在過 王小波帶領的那個小組 那十個人沒有歷史學者 但是他們大改歷史的課綱 那歷史課綱改的幅度到36.4% 所以它主要其實就是想改歷史課綱 但是那個公民科屏障 順便改了公民科 那就是程序上非常粗暴 粗魯 已經完全不顧那個就是細字 或是尊重基本的程序爭議 那內容的部分 事實上我覺得不是只有中國 就是不是只有 就是說它台灣社會到現在這個情況 其實台灣有多元的背景 譬如說它荷蘭人時期 譬如說正年功的時候 西班牙也來 日本人也來過 當然也有中華文化的部分 那它特剛調的目的 它是要排除其他的多元性的 所以它海權時代 它要特別去講說漢人來台 所以各位 現在我們網路上已經可以 因為教育部已經公布了 特剛改過之後 公民科跟社會科的對照表 那你如果仔細去看 你就可以知道 它非常清楚第一個 它就是想講台灣跟中國的關聯 那同時因為中國跟日本是皮革 所以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 絕對不可以承認它有進步的部分 台灣人50年都在抵抗 他講的是這個 而且台灣人還跑到中國去革命 真是胡說八道 那個裡面非常多他們想講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事實根據 或甚至是明顯錯誤的 這才是很恐怖的 就是你要灌輸你那一條一致形態 可是它並沒有事實的根據 那把我們小孩頭腦交壞了 你出去講這個時候 你應該笑掉大牙 重點是他們就是活在當下 對啊 就因為他們掌握權力 對啊 他們就是懂的 活在當下掌握權力 對對 然後當然還有第二個 我覺得不是只有這個 它第二個重點是 它透過特剛的改正 美化土肥長威權時期的統治 這非常重要 你去看歷史特剛裡面 它加了很多 國民黨統治有多成功 經濟建設 什麼這個有名的官僚 然後把它列出來 台灣的經濟建設 都是國民黨的功勞 那國民黨為什麼會下來 就是事實上它這個經濟史的研究 也去談 事實上大家去分析 台灣經濟發展為什麼成功 美元的因素 台灣的中小企業 台灣被剝削的勞工 這些都是因素 那事實上台灣那時候的角色 跟現在中國的世紀工廠的角色 是非常類似的 就是它自己以低的勞工待遇 來支撐出來的 那但是它現在完全不 就特在台的時候 它要去特別提提出了幾個人 什麼孫運賢、李國鼎 跟誰誰誰 隱仲榮化 它說它要把錢進去 所以第一個像 就是它替國民黨的執政 把它美化 然後它刪掉白色五福的 所以這個是 這是很明顯的 我怎麼可以我執政的時候 我透過那個教育 替我的執政美化 那以後別人執政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實在是非常粗魯 那還有一個就是在那個 答案社會其實是一個多元價值的 有進步思想的 這樣子的這個社會價值的情況 那它公民的部分 大力的放進去 有關於儒家 儒家文化的部分 什麼 柏文的文化就比較加強 但是那個公民課裡面加了很多 是儒家的文化 就剛剛四伯講的 那儒家就是一種文化 所以這個 特剛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四上現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神人 就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的話 特剛 我們四上我們有一個 最近要把它整理出一個網頁來 就是把相關的文化和資料 可以讓大家容易去看 那這個今天 四上今天早上我們才開了會 會跟排教會 然後會找一些老師 來做那個對照跟說聽 所以這個我們會再努力 那剛剛那個 有人談到這個審籍的問題 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台灣的審籍問題 有很大的部分 是國民黨統治之下操作出來的 操作出來的 那它透過體制的方式保障競爭 保障萬省才不受競爭 那這個題材用很多老師做的 尤其是經濟學的 經濟方面的老師做的 譬如說考試的制度 考試的制度 它好用36審來算 台灣人 雖然在台灣在90% 對不對 但是你只能分36分之一的 高補考的比例而已 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個審籍的問題 我知不知道好像 附近也有會併一個所作 所以這裡面我就那個 二二八事件 國民黨當局怎麼樣操作成審籍議題 其實現在我們現在講二八 大概1990年來以來就講說 不要再談二二八了 這個是挑起審籍對立製造社會衝突 這個就是當1983年開始 國民黨他們的那個 當時的國安局 他有一個計畫 因為當時開始面對那個 海外台灣獨立運作 認為二八事件可以是一個 被防衛的地方 甚至變成國防 國民黨當局認為 情勢已經壓制不住了 所以他去了一個新的認出 那他過去的認出是什麼 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打怪審籍的 審籍衝突 可是1983年以後 他的認出是說 不要再談二八了 國民黨當局 我們處理是非常繁榮的 現在在談二八事件 就是挑起審籍衝突 所以各位你可以 就是說審籍的問題在台灣 其實有相當大的情勢 或是政府用資助性的方式去製造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特別去注意 那剛剛有一位很憂心 就是 事情要好好好 很快 就是現在的青年學生 有什麼樣的那個天啟 我們那個時代都能夠 會有機會啟發現在身為資訊 是更開放的 我覺得這個反而不要那麼悲觀 那那個修憲跟風格的問題 現在已經把它修得非常困難 修憲很困難 風格也很困難 這是為什麼到現在 我們很難用這個路線去做的原因 那這個是我覺得大家要一起想辦法 我們現在幾乎已經被我們的制度綁住 被我們的憲法跟風格的制度綁住 我們對現在的狀況很不滿 但是我們幾乎沒有辦法 因為大家都認為監察院根本是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們沒有辦法叫監察院結束 對不對 那我們大概也該怎麼做 這個是需要大家想辦法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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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保證長報講說 其實我覺得歷史觀念 最重要的其實是 對我來講 就是從樹林出發 很多人就argue 可是沒有人想過說 那為什麼我們紀念是中正紀念塔 如果說蔣介石最重要的貢獻是巴林康山 其實我們沒有去尊重 我們把忠烈詞放在很遙遠的地方 偏偏偏偏 可是在最中心最經跑的地帶 只拜一個人 那人家幾件事 那我只能說這樣的史觀 我個人比較反對 反對英雄史觀 那同時就是說 關於剛剛提到的神級問題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我覺得必須討論就是說 你有這個意識跟這個意識事實存在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神級對於我的下一代 大概二十歲左右的人 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他們無法透過任何的因素分辨出來 這個是我這十年 在大學裡面做田野得到的解釋 但是我這一代可能還可以 但是我的在十年後 基本上完全分不出來 可是現在不討論神級問題 或現在不把神級問題 視為是一個實存的 不代表你可以去推翻當時的人 具備具體的直接的神級差異的認知 我覺得這個必須分清楚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去思考一個 一個集體記憶的行程的話 那我們必須意識到就是說 它往往有一個就是 結構層面的 區域層面的 跟個人層面的 這兩個是切開來的 也就是說 常常有人用個人的記憶去推翻 集體認知 我們如果說不是這樣 我們家就不是這樣 可是我們有沒有去思考 你個人的生命界 可能是在統計語權分析上的 比較邊垂的位置 所以 我要講就是說 事實上 台灣人 如何成為自己 其實是有經過過程的 這個可以從 我做事論文知道的 是那個 博士論文裡面可以看到 台灣人如何從 本島人 變成本省人 這個是有歷史結構 因素下產的結果 那我最後想要講的是 其實事實上 我最後想要談的是三個 三個面目 就是說 通常在台灣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有三種類型 一個是 認為他是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 那如果是文化中國 瑞澤的話 那我覺得他可能 可以去看一篇最重要的文章 就是 我以我寫見先遠 他去談民國後 是如何讓自己 相信自己是中國人 他可以去重新思考 這個問題 那如果他認為自己是 是紅色中國的話 那我只能說 在一個台灣跟中國兩岸的 兩岸的權貴體系下 所形成的一個 新的壟斷階層 他們比封建 階級還封建 那你告訴我 他們是紅色中國嗎 那以及最後是 如果你認為中國崛起了 中國站起來了 那你就應該是中國人的話 那麼你就先承認 你就是帝國主義的爪牙 那所以 我只能說 我們是小國小民 用前輩的話 我們是小國小民 但是我們是好國好民 最後用一句話 來做一個總結 有沒有人記得 你跟輝晨講過一句話 他說中國是怎樣 中國比較大是 比你老爸比較大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經濟拍到最後 也謝謝今天 教練堂手 那跟大家 就是在大家 準備禮場的過程當中 先跟大家宣傳一下 下週一有 哲學非親其舞 要談就是現在黃色版 欸現在全台灣已經 五十萬人貼了那個版 那個 我 我不 我不出GTAG的那個 那個貼紙在車上 對 這是下週一非哲舞的講題 然後在那邊也有就是 共生音樂節的紀念T-shirt 然後一件五百塊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就是 在那邊買 那也有就是一些 其他議題的 呃 一些其他議題的DM 譬如說就是 最近士林王家 他被迫要 要出一千七百萬 來做版單保金 那要不然就會被二度搶拆 有這些 的一些簡介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謝謝大家今天 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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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